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LSM集团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健康加油站 我是高璐 如果说完您的头痛反复发作 而且时常是偏向一边呢 那么就极有可能是患上了偏头痛 虽然说偏头痛发作起来 一般持续几个小时 或者说数天就会消退 但是也不能够对其放任不管 到底偏头痛是什么病 该如何去应对和治疗呢 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 脑神经专科医生李可伦医生 和我们来谈一谈偏头痛的话题 偏头痛是临床最常见的 原发性头痛类型 临床以发作性中重度 活动样头痛为主要表现 头痛多为偏测 一般持续四到七十二小时 可伴有恶心 怒吐 光 声 刺激 或日常活动均可加重头痛 安静环境 休息可缓解头痛 男女患者比例为一比二到一比三 人群患病率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常有遗传背景 比克伦医生 香港中文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寿院士 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学院荣寿院士 美生你好 我们今天讲的偏头痛 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 都会有这个经历 可否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偏头痛是一种什么病呢 其实偏头痛这种病 很多病人都有很多误解 因为有个中文名称是偏头痛 以为只是一边的痛才是偏头痛 但并不是这样 不是的? 其实有三分二的偏头痛 才会在一边发作 但有三分一是两边同时发作 这样 偏头痛是否分开不同的类型 其实偏头痛是一个很普遍的病 大约平均有5至15%的人口有这个问题 而比女性、男性多很多 大约是三比一的比例 偏头痛大致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所谓振发性 可能几个月才一次发作 甚至几年才发作一次 但有些所谓慢性偏头痛 由于有些人有偏头痛 但长期有这个病 可能打理得不好 就变成一个慢性发作 可能一个月痛多于15次 甚至一个月内每天都痛错 也有这个情况 那就变成很严重了 没错 因为我自己也有痛 我知道那种滋味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受的 是 其实偏头痛会主要有什么症状 很多时候头痛就会很剧烈 程度比较严重 是 还有些疼跳的感觉 我们所谓好像脈搏 在头皮里面有些弹跳感 很多时候也有七八成的病 甚至乎有些作闷的感觉 甚至乎有呕吐 有些病人会有些怕光 怕吵的情况 有小部分人甚至会有些愚笑 那些愚笑包括有些什么 其实好像一些局部神经的病症 比如我们眼中看到闪光 模糊 有些病人甚至乎手脚突然麻痹 无力 好像一般的作众风现象 也有 那其实怕光是否会发展到 好像看什么都很忙 都会 因为很多时候偏头痛 就是在头痛之前 会有些愚笑 正如就是说 怕光怕吵 也会看到闪光 模糊 当然病症过了之后 便开始会头痛 其实成因发觉 是因为脑内的血管突然收缩 收缩的时候 就导致供血不足 有些病就会有些局部神经的障碍 好像看东西会模糊 麻痹 当过了脑血管收缩的时候 血管就会扩张 去到扩张阶段的时候 病就会觉得头痛 现在痛的程度可以维持 大约是4至72个小时不等的 所以病人很严重 可以痛两、三天的时间都会 通常都是痛几个小时 可能我们自己 已经开始买一些披霉毒 已经开始吃 没错 没错 因为如果你不理他 可能他会进一步 可能想吐 或者你真的完全做不到事情 没错 很多时候我们教病人 如果有头痛发作的时候 最重要是尽快服药 有些病人不知道 想着头痛 我尽量不想吃那么多药 忍一下他 是的 因为他经常说止痛 又不可以吃痛 是的 很多时候病人不理解 但问题是偏头痛的特性 就是当你不在早期 或是头痛轻微的时候吃 当你大痛的时候 甚至已经有呕吐现象时吃 效果的弱效会大大降低 所以很多时候 会教育病人 如果有偏头痛的时候 早些服药 效果就会更加好 好的 偏头痛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发生吗 暂时医学上的成因 都不太清楚 只知道脑部化物質失调 而诱发了另一个 所谓的三叉血管系统 有过敏的现象 同时血管突然收缩 然后扩张 引致痛楚 为什么女性会比男性多多 暂时在统计学上 可能跟荷尔蒙有些关系 但事实上的成因 为什么女性会比较多 也不太清楚 很多女性朋友 我们自己聊天的时候 还说 其实在旌旗的前后是容易的 没错 其实是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一个人有偏头痛 突然发作得密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 要他们留意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 会否吃荷尔蒙的药 尤其是女士来说 可能吃避孕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教育女士 如果有偏头痛的病 尽量避孕方法 就不要吃避孕丸 因为避孕丸的时候 会加剧了 头痛的发作次数 频率和严重性 第二方面 如果不够休息 亦会增加 偏头痛发作次数 和程度 对… 这个没错 如果你睡得不好 就很容易会有 没错… 对… 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晒太阳 晒得太多 也会 是… 因为阻力肛的刺激 反而不是阳光的 所谓的紫外线 那些影响 是因为长期看到肛 这些病人会誘发了 偏头痛 另外一些病人 可能工作压力大 也会 可能现在香港工作压力很大 对… 有时病人要加班 尝试压力也很大 工作压力也是其中的原因 有发的偏头痛发作 和增加程度 亦有些病人 甚至因为压力大 甚至去到程度 有幽鬱症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将一些 所谓振发性的偏头痛 变成一些慢性的偏头痛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病人突然由 振发性皮 一个月之后痛了两次 突然越来越频密 甚至去到每日都痛 我们往往都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成因 即是会否压力大 有些幽鬱现象 或者那段时间 可能是女士来说 吃一些荷尔蒙药物 这些都是我们医生 就要调查出来的 好的 刚才你也说了 如果是偏头痛 最好是早期的时候 就要吃药 那有没有什么先兆 说你有可能就来偏头痛 很多时候就看病症 例如是病症 之前已经看病症 有模糊 手脚有麻痹 还有痛楚的程度 最重要的是 病人要了解 很多时候教病人 有些人也有误解 打算我头痛了十年 那会否有些很严重的东西 其实回到头 当头痛病史越久 其实有严重性的机会越低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如果脑里面有瘤 譬如有一个肿瘤 甚至有血管瘤 或者有些出血 很多时候头痛来得很激烈 也不会维持那么长时间 因为如果维持那么长时间 坦白那个人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病症 可能手脚有瘫痪的现象 手脚会无力的现象 但如果说十年头痛 但是本身行动至于 手脚又灵活 那脑里面有一些局部性的肿瘤 或者中风 或者静脈动物血管塞的机会 就少很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病人 如果来看我们老科医生 如果病人的头痛来得很激烈 但是他来到一个病史很短 可能最近这两个星期 痛得很激烈 不停地吐 虽然这个可能是一个偏头痛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医生当然要问一个 一个详细的病史 亦都可以做一些详细的身体检查 看看有没有局部觉得无力 有没有局部的神经障碍 那些这样 如果有当然一定要做检查 就算没有也好 如果病史短 而痛楚也来得比较剧烈 很多时候以一个安全为尽 我们都会叫病人做一些素描 可能是一些电脑素描 甚至乎更加清晰的磁力共振 只要照顾脑部 看看有没有一些肿瘤性的问题 肿的问题 静脈动脈血管塞的问题 从而排除其他可能性 然后才可以达致诊断偏头痛的情况 好的 我都相信如果是不同的原因 引起的头痛 治疗方法应该会不同 对 完全不同 好的 那偏头痛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很多时候第一件事 都是病人要休息要够 充足的睡眠 这些很重要 保持心境开朗 但也要注意 有一部分病人 如果有偏头痛 差不多有两成的病人 可能和食物 是会诱发了偏头痛的 包括哪些类型的食物 包括所谓的奶類 所谓的芝士 乳酪 另外一些就是单寧类的食物 比如红酒 农茶 这些都会诱发的偏头痛 另外一些所谓的食物加工料 尤其是微精类 业製食物 那些要留意 有硫黄类的食物 例如某些硫黄类 例如某些干果 提子干 生果干 有些病人吃完之后 都会诱发了偏头痛 所以我们很多次留意 如果有偏头痛 都会教一些病人 你留意一下每一次发作 会否吃过以上这几类的食物 包括正话所提及 奶类 红酒类 又或者叶製类 或者食物加工 可能一些很浓味的汤 可能有微精 如果每一次发作 都原来跟这些食物有关 可能只要避免吃这些食物 已经可以减低偏头痛发作的机会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预知 在自己平时饮食方面有注意 会否有一个遗传的因素 都会 如果家人有偏头痛 自己幻想遗传 有偏头痛的机会 其实大很多 不过也不是一个直接性 不是说你爸爸慢慢有 你就一定会有 因为他不是在染色腿里 根据哪个基因遗传 不过根据统计学 如果父母亲属有偏头痛 本身幻想偏头痛的机会 是高很多 好的 通常如果在诊断 这个人是有偏头痛的 那是否意味着 他一定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不一定 因为我刚才提及 偏头痛的病人 发作的情况 可以因人而異 有些人可能几年才发作一次 那些病人相对来说 就容易处理 但这些病人可能发作得很频密 可能一个月都有几次 那就需要用特别的方法 那譬如说 什么叫特别方法 因为很多时候 一般来说 他只是几年才发作一次 是 或者几个月才发作一次 我们很多时候 叫病人发作的时候 才吃止痛药 是 但如果发作得很频密 我们在老科医生的指引 就是说 如果一个月多过四次或以上 又或者每一次发作 他是很严重 吃任何药物都指不到 我们就需要给一些所谓 叫做预防药物 因为其实药物分两类 一部分就是所谓急性治疗 另一部分是预防 预防的药物有什么作用 就是希望减低病人发作的次数 比如说本来他可能一个月发作十次 希望降低他发作一次 那些药是完全跟一些急性治疗药物 另外一类型的药物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偏头痛 虽然说好像就在我们的生活周围 好像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起居 饮食方面都是非常有关系的 偏头痛的朋友们也不能够轻视了他 不然不仅会长期的需要忍受这种突如其来的 各种各样的疼痛的这种困扰 也有中风的危险 那么到底偏头痛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可以一劳永逸的来解决偏头痛的问题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接着聊 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大家好 欢迎回到健康加油站 我是高璐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偏头痛的种种危害 但是患上偏头痛的朋友呢 也不用过度的紧张 现代的医学有多种方法治疗偏头痛 只要越早进行治疗 就可以把危害呢降到最低 那么具体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我们先看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快节奏的社会环境 生活工作上的不顺心和压力 各种事物及关系的谨慎考量 往往使人大脑神经紧张 情绪低落 导致偏头痛的发生 对于偏头痛的治疗 一般分为两个层次 针对急性发作的偏头痛 以缓解疼痛为主 若是经常性饱受偏头痛之苦 则需加上预防性治疗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 是脑神经专科的李可伦医生 你好 李医生 你好 是 其实痛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自己去买一些 Panadol 其实这些方法是否合适 其实有时痛的时候 病人去买止痛药 都无可口非 但最重要的是 用一些适当的止痛药 因为止痛药内 其实这些偏头痛药物 可能有几个层次 一般坊间买到的 可能是一些很轻微的消炎止痛药 很多时吃这些止痛药 留意会不会买了一些特效的 特效的 特效的迫耳息痛 里面除了迫耳息痛的成分之外 还会有一些可代因和咖啡因的成分 那些止痛是很有效的 很多时病人吃了就很舒服 正如所提及的偏头痛 因为有些病人可能很疏的 几个月才一次 那些本身的病人 自己方家买药 都不是很大问题 但那些病人可能很频密 比如一个月 根本痛了十日八日 但他又没有提医医生 如果长期吃里面有一些迫耳息痛 加上一些可代因咖啡因成分的药 那些所谓叫做鸡尾酒药 一些组合性的药 那些会导致头痛 反而变为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频密 就会由一些所谓振发性的偏头痛 变成一些慢性的偏头痛 这些所谓的现象 所谓叫做过度服弱的头痛现象 这些事情来说 在最近这几年 医生里面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好的 如果这样就变成了得不上失 没错,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有头痛 最重要的是要见医生 找专科医生帮你做一个诊断 另外就是从而给一些适当的止痛药 比如说几个月才发出一次 一般所谓破月息痛没有问题 但当然吃消炎止痛药 我们也要注意 因为坊间卖到的止痛药 一部分是低剂量的消炎止痛药 第一件事当然要看自己 有没有药物敏感 因为如果病人对于压事不灵敏感 对于一般的消炎止痛药 有机会敏感 第二,长期服装这些药 如果服食过量 又会引致胃部不息 甚至滑阳的情况 老人家如果吃得多 甚至有机会影响肾功能 这些都要质疑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提议 病人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他很疏 可能一年才一次 他吃药很快就会康复 可能未必需要太担心 但如果太频密 又或者需要长期服装 吃服装的份量很多 这些都是找回专科医生做一个诊断 便会安全很多 如果是一个偏头痛的病人 来到你这里求医 通常你会用什么方法 来帮他医治 第一件事 当然我们要排除 腦部有其他可能性 例如先做个检查 检查 如果他真的头痛很短暂 又很激烈 是 有些非典型的病症 例如可能他头痛的时候 是一些可能其他针刺的感觉 又不是一些平时我们的疼跳的感觉 或者没有嘔吐 又没有眼睦 那比较非典型的 我们头痛有剧烈的 是 那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 磁力共振的点头数 排除其他可能性 排除有没有其他 不是圆发性 可能脑部有肿瘤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一个偏头痛 当我们临床诊断了这个病 我们很多时候就要开药给他 通常我们评估病人 就是病人发作频率的程度 如果他本身很疏的 可能是几个月才一次的 那我们可能会给他一支止痛药 止痛药我们分为三个层次 由最轻微的 可能是所谓的普通的 破烈式痛的成分 一般的止痛药 就是平时我们在市面 都可以买得到的 止痛药 另外如果病人吃这些不行 我们会出高一个层次 所谓的消炎止痛类 消炎止痛类的 就会强一点 效果会更加好 另外最高一个层次 是所谓的专用的药物 这些达酵药专用来医一些 所谓的偏头痛 所谓叫谷普坦类的药 谷普坦类的药 谷普坦类的药 是特别针对偏头痛的 有些病人吃了之后 效果就会很好 止痛的程度会好很多 但是病人需要什么药 未必需要一开始 开到最强的药 但是病人的痛楚程度 比较劇烈 吃一般甚至乎 不止痛止疑不到 那就可能会用一些 酵效药物 除了急性治疗 我们当然要教这些病人 很多次头痛 早期就要服药 千万不要等它太迟 因为太迟 或太痛的时候 可能有咬肚 吃了肉也咬出来 或者甚至太痛的时候 已经制止不了它的发作 所以就一定要教这些病人 早些服药 另外有些病人 可能因为头痛得很频密 可能一个月有很多次 那些病人 我们会考虑 除了急性药物 止痛方面 就要给它一些预防药物 对 预防药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长期吃止痛药 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既然它太频密 譬如那个月已经五、六次 甚至乎十次、八次 就一定不只是吃止痛药 一定要需要预防药物去帮它 希望减低它发作次数 而发作的时候 先吃止痛药 那些预防药物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用了很多年 好的 刚才你说到第一级 第二级、第三级 第三级的功效就是最强的 没错 但相对来说 是否它的副作用都会大一点 又不是 不是的 医学上研究发觉 那种类型的药 就是科普坦类 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少 不过有些病人吃完 会有一些很累的感觉 有些人会觉得心口闷的感觉 是 但很多研究显示 虽然它有心口闷藝的感觉 但对于心脏血管没有影响 所以就照乎你说 有些很轻微的观心病的病 都可以吃这类型的药 不过要注意这类型的药 要注意这类型的药物 一定要在专科医生才能得到 第二,可能药费的价钱会比较贵 因为它是一些很专用新类型的药物 好的 是否因为痛的位置不同 也会有不同的药物给它吃 如果有不同的位置 譬如是前叶 或是后枕 只要是偏痛和发作 其实腹植的药物也是一样 不会因为痛楚的位置不同 就有不同的药物去帮它 不是的 譬如有些时候 很多时候会有两边的太陽血痛 也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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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重要的是 看看病人有没有其他病征 譬如我们明白偏头痛 很多时候会有呕吐 所以很多时候 除了吃止痛药之外 我们也需要给一些腸胃的病人 去止呕 去帮助病人这些东西 也有些病人甚至是很严重的 可能需要打止痛针去帮它 而且有些病人… 那已经很严重了 甚至有些人吃第三类 所谓第三个吸塑的药 也不能治疗痛 我们会有一个组合式的止痛药 可能需要做些特效药 再加一些止疼痛 甚至乎加上針剂去帮它 这些会比较严重 这就是一个比较组合性的治疗 没错 除了吃这些药之外 因为一般疼上来 我想不是一天就会完全解决 有时候可能要痛两至三天 痛完吃这些药 有其他方法可以辅助治疗 最重要是多休息 因为偏头痛很多时候 都需要一个休息 而且可能需要一些静点的环境 以及比较暗的地方 因为光线和声音 都会刺激了部分病人 有发出偏头痛加剧 以及加长发俗的时间 所以最好病人 都需要留在这里休息 有些事故 如果痛起来 人都会变得很累 没错 其实偏头痛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外国做了一些研究 我发觉很多时候有偏头痛 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 正在上班的病人 对于社会和经济 也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因为很多病 虽然这病不是一个严重的病 不像中风导致突然一边身 不能动 人的活动能力有障碍 不能走到残障 但是发觉很多人的偏头痛 其实痛到他可能也不能上班 其实等于某程度上是一个残障 因为影响的人口比较多 可能大致上有差不多10%的人 所以对于经济、对于整个社会 其实影响的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这是绝对值得正视的问题 对,不可以忽视他 没错 其实如果是… 偏头痛通常都是有一个拘捋性 可能一个月痛一次 或者两、三个月痛一次 你一次也要吃几天的药 慢慢下去 会否对药有一个依赖性 有些病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不是以例性 对于这个药效可能不太好 是的 有些病人最初吃一般 破译色痛、医治疗痛的 慢慢他的头痛越来越严重 可能要吃一些再高级的药物 这个也是一个挺普遍的情况 但当然任何头痛有转变 我们往往都要看根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的头痛会痛多了 或者严重了 都是要回到本身的源头 会否有病人最近压力增加了 或者有些忧屈的情况 或者休息不够 或者吃了一些荷尔蒙药物 刺激了他 我们也要重重看 甚至很多时候有些病人 不只是一种头痛 可能他本身有偏头痛 但是现在可能转了 除了偏头痛之外 另外还有可能每天都有一些 阴痛阴痛的,不太强烈 甚至有些新的病症 或者手可能好像不灵活 可能说话口齿不清 我们要排除这个病人 会否除了偏头痛之外 有其他所谓计法性的头痛 其他原因 可能说病人有其他肿瘤性的问题 腦瘤性的问题 我们都需要每一次 评估病人痛的情况 程度和特性 而判断需要否再做一些 跟进的治疗 好的,如果病人 他纯粹是偏头痛 会否因为他的年纪慢慢大了 偏头痛的次数 会慢慢减少 这也是研究的 尤其是在女士来说 是 收莖后发觉 偏头痛的频率 也会减少 也会减少 本身的偏头痛 通常影响一些 由十多岁到四、五十岁 所谓的高峰期 理论上那四、五十岁 相对来说 偏头痛发作的程度 频率也会减少 其实在临床上 你看到那么多偏头痛的病人 有些比较夸张的? 我们没有见过 有我们也有些病人 試过他真的痛得很频密 他差不多每天都痛 有些例子就是 可能我见过一些 都是在传媒工作的 有个病人女士 他痛得很频密 最初他以前可能一年 只是痛了两次 他越来越密 他自己有 因为工作上常要开夜班 写稿 是我们的行为 对,不得来见医生 对,不得来见医生 后来他来看我们 慢慢才发觉原理 因为他太忙了 就是自己坊间买了止痛药食 吃到那么多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些 所谓的依赖性 变成了一些 过度复若引致的头痛 本来他可能是振发性 一个月… 几个月才痛一次 慢慢他越来越痛 加上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紧张性头痛 就变成了每天都痛 每天都痛 就很影响到日常工作 我们就必须像偵探 查出源头 原来他是复食过量这些 所谓的组合式的止痛药 里面有些除了破育息痛 有些可代因、咖啡因成分 长期服用 变成了一个依赖性 刺激了头里面 变成了头痛越来越频密 我们必须叫病人 所谓叫戒毒 所谓戒毒 慢慢减少他 叫他不要吃那些药 转另外一些止痛药给他 还有要开些预防药物给他 从而帮助 有一部分病人 甚至乎在戒毒的情况 甚至乎要复食 用高剂量短暂的类固醇 帮他捱过这段时间 当然类固醇长期服用 有副作用 很多时候这些病人 都要复食短暂的时间 所以对身体不是很弱 对,有点水肿可能会有 但有严重的副作用 如果有很短的时间 只有一两个星期 相对来说少一些 另外一些病人 我遇过最近一个 中年女士 她头痛也是很严重 吃了很多预防止痛药都不行 都不行 一般止痛药都不行 吃预防药物也不太有效 吃也可能每个月都发作 差不多十次八次 最后这个病人 选择了做一些注射式的治疗 注射是什么呢 所谓的肉毒干菌 其实现在最新 都在这几年有些研究 就是在头皮里面 注射一些肉毒干菌 剂量大约是150剂量的单位 注射在头皮里面 有些研究也显示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有效预防偏头痛发作 通常注射 我们都是给一些病人 服饰口服药 都已经发觉没有效 我们就会考虑做一个注射 就是已经去到很严重的地步 才能够做最后的方法 对,又或者吃了其他预防的药物 也没有效 一个注射 肉毒干菌 都是一些新的科技 可以帮助这类比较严重 有慢性偏头痛的病 明白 所以说这个偏头痛 可能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但是也不能够忽视 刚才李医生说到的一点 非常重要 就是在我们自己去买 这个普通的止痛药的时候 千万不要随便吃太多的 那种超强的那种药 因为那里面的复合成分 可能会让我们暂时离开偏头痛 可能就进入另外一个 慢性的偏头痛 那样子就得不偿失了 好的朋友们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要跟您说再见了 今天非常感谢李可伦医生 做客健康加油站 给我们讲解偏头痛的相关问题 换上偏头痛 不仅要注意饮食多运动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要及时的就疫 将疾病的风险降到最低 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您在我们健康加油站的 微博留言 或者直接发电邮给我 感谢您关注由LSM集团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健康加油站 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好